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来自罗浩生前的日记 也许在很多人听起来 这更像是口号宣言 但身边所有了解罗浩的战友都说 指导员是这样说的 更一直是这样做的 尽管罗浩已经离开他们一年多了 但是这三个第一 一直击虑着他们不断前行 他首先就是非常热爱这个团队 感觉他对当兵这个视线 一直以来非常喜欢这个职业 也愿意把自己经历 投入到这里面去 相信他跟我们讲话那种眼神 那种微笑 感觉确实是老是历历在目 尤其他刚走的那天 那几天我吃饭吃不下 睡觉也睡不着 睡觉也睡觉也睡觉 睡觉也睡觉也睡觉也喝 睡觉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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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我坐在那里没有吃早饭嘛 他问我 我说我不吃 没想到只是跟她的最后一次说话 她们我还很不在意 我感觉就是跟侄子亲密一样 我就是说争取人均自己的义务 结果把她的爸爸妈妈当了自己的爸爸妈妈里 然后有时间去看看他们 下一个进 下去跟 进来不做 是 是 是 在朱德警卫团破障三连 无论新兵还是老兵 他们都在用这样的方式怀念指导员 2013年7月14日 距离今天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但是这一天成了破障三连一百多名官兵 永远刻骨铭心的日子 为了尽快完成海上卸载平台的公关训练 这一天知道袁罗好同往常一样 一大早便带着三连的官兵们来到训练场 海巡是集团军统一组织的也是海巡动物 7月3号到了海巡场以后 团里面发了个通知 叫各营推荐商报优优牌长 到集团军参加参谋优域培训 当时的罗浩这个立举阿排长 这个参加参谋业务培训 当时的这个罗浩同事给我讲 这个营兰 关心部署 我们要自我旁卖 我精心努力 如果说排长走了 这个编组没有负责人 我带得上 对于工兵专业来说 半滩陡急 半涌丛生的海域 往往是实战化训练的最佳场所 但是恶励的环境同时也在给海上训练 带来很高的风险 虽然是连队的指导员 但在训练的关键时刻带头上 罗浩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然而今天他面对的情况 却和以往大不相同 整个训练海域风浪较大 按照下海的次序 本应是连长带领第一艘船出海 可是罗浩却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 他说他先下去看一看水晴 如果说可以 然后我再下 罗浩像往常一样 检查完每一个人的救生装备后 带着八名战士乘坐冲锋舟 冲向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按照分工罗号在船头担任指挥院 战士孙良东则在船尾负责操作操舟机 冲锋舟很快驶向了大海 然而就在距离岸边二十多米时 意外突然发生了 冲锋舟突然轻浮 舟上的九个人全部落水 究竟发生了什么 直到曹州守孙良东被救上岸后 人们才了解到 在短短几秒钟内 上边的动人一幕 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泳 那个泳特别高 大概有一点五米高 一下子就把那个 冲锋舟的水给灌满了 那操舟机浸水了 就是进到水里面了 导致这个操舟机熄火 在风浪巨大的海上 操舟机突然熄火失去动力 就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翻入大海 对孙良东来说 直到袁罗浩接下来的那个举动 让他终身难忘 想把那个操舟机试图 看能不能清早 然后我就拉了两下 这个时候指导人就跑了 跑过来了 跑来他说我来 他拉了两下 拉两下 这时候我当时在扶着舟 我指导人两手就推落一把 把我推向了大海 罗浩有着丰富的海上下舟经验 对于冲锋舟的构造和原理 再熟悉不过 他明白 冲锋舟一旦翻沉 处于周围的人最危险 急已被螺旋架打住 眼看一个大浪即将袭来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 罗浩一边用力 拿动团尾的操舟机 一边把镇药推了出去 就是周翻过来 我人就沉到海里去了 然后等我浮出水面的时候 由于穿着救生衣 浮出水面的时候 我已经在就是立海岸 最远的一个 然后再往前看 指导员在我前面 有将近十米左右的距离 看到指导员面目朝下 头部四周的海水上都有险 板上的人员发现冲锋舟翻沉 立刻组织力量进行救援 由于风浪太大 救援行动难以开展 正在协同工兵营训练的登陆艇 也赶来支援 经过一番努力 落水的人员全部被营修伤害 大家立即把昏迷步行的指导员 抬上了救护车 数次纪念活动 凝聚了官兵对指导员怎样的情感 两年带兵时间 八零后军官又在战事心中 留下怎样的印象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讲述 罗浩永远的指导员 救护车开走了 指导员却再也没有回来 罗浩就这样把自己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二十八岁 一个本是青春阳光的年纪 在家人眼里 罗浩是个好儿子好丈夫 在三联官兵的心中 他是个好战友好兄弟 时间过去一年多了 身边的战友们 还是会经常想起 他们的指导员 经常讲起关于指导员的故事 这张照片是 咱们指导员刚从 学校毕业来到我们团 参加第一次海巡的照片 当时指导员刚从学校毕业 正在讲故事的人叫王志燕 现在每当训练之余 他总会抱起指导员的相册 跟新兵们讲一讲 指导员的故事 然后就每一次都很认真的自我加压 刻苦训练 直到袁罗浩离开了 离开了他深爱的联队 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 但是这里的人们 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他 有一种 没有办法拿语言来形容的那种 特别的痛心 特别的伤心 包括我时中 我现在都一直认为 指导员他还在休假 他没有走 他一直没来 2006年 罗浩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 就来到了诸德警卫团 这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 罗浩也在破障三连指导员的岗位上 工作了整整两年 两年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罗浩和全联官兵 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大家心中 这位80后指导员 对战士不仅体贴辱微 关怀备知 而且还时刻关注着战士的心理变化 我们指导员 他就例行的组织 条例条例 背记情况的抽点 发现一个叫黄里的新战士 他也和其他战友一样 也举手 但是当问到他的时候 他却比较紧张 答不出来 罗浩开始想办法帮他克服这个困难 他就对黄里说 下次当体温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会 你就举起右手 你觉得没什么把握的时候 你就去左手 罗浩用左右手的方法逐渐帮助黄磊增强了自信心 黄磊举右手的次数越来越多 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开朗起来 在两年的指导员工作中 类似这样的小事 独生没击 罗浩不但是一名称职的指导员 更成为大家贴心的好兄长 他平常就在工作上的话 平常对我们还是要求比较严谋的 但是讲我们的时候 平时批评我们的话很少 讲的平时说话的方式也很幽默 比较诙谐幽默的 反正我们总体对他的印象挺好的 在杨家旭的眼里 他们的指导员就像是一位老大哥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能够向他倾诉寻求帮助 在和指导员相处的一年半时间里 他感受最深的 还是内自不同寻常的叹心 13年4月22号那天 吃完了中午饭 指导员就给我叫过去 说南北国去出菜 我当时就感觉特别意外 让我去出菜 入伍刚一年就有出差的机会 还是回自己的家乡 这让杨家旭感到几分意外 然而让他更想不到的事 还在后面 到了成都的时候下飞机之后 我收到了他的转信 转信里面他说 他说让我下了飞机之后 立即跟我母亲联系 对于指导员的主妇杨家旭有些不解 然而接通电话后 他才得知父亲出了车祸 我是从我母亲那里知道的 出事车祸的当时晚上 然后我母亲就给我连续打了电话 然后叫了指导员帮忙 给团里请个教 战士回家看望出车祸的父亲 本是情理之中的事 为什么罗浩要都这么大一个圈子呢 时至今日杨家旭才真是感受到 指导员的那份良苦用心 原来罗浩非常了解杨家旭的性格 比较急躁容易冲动 怕他心急担忧 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回去找了个招式 那指导员也跟我讲 他说你不去找他的事 也要注意纪律 罗浩的贴心安排让杨家旭 还有一时冲动而犯下错误 更出乎他意料的是 远在千里之外的指导员 又为他做了两件事 所以他自然他就继续协调法律部门 然后继续打电话 然后就帮他那个 询问这些事 调理这些事情以后 那请想办法帮他解决 比波亲眼目睹了罗浩 帮助杨家旭处理 后续问题的全过程 但他不知道的是 办完这一切 罗浩又悄悄地给杨家旭的 军人保障卡里 汇入了五千元钱 不知道他的话 也许会做一些冲动的事情 刻的不足 要是真被刻住 自己的话 我这一生就毁了 现在杨家旭的性格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急躁 他还成为了连队里的业务骨干 无论是军事训练 还是理论学习 他都冲在前面 他说 自己要用成绩来报答指导员 要成为像指导员那样优秀的人 大家不要惊讶 这是一个事实 甚至因此 他一路受到大家的忍愁乐 大家都看不起他 为了他消息 工作也结束经常 后来我们的老师 也鼓挥工 故意安排他每天 当领 这是罗浩担任指导员时 参加集团军授课比赛的画面 与别人不同的是 他的授课内容 全部是自己连队官兵的点滴故事 在这次比赛中 他被评为集团军 使加优秀政治教育 怨悟戏无声 罗浩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连里的每一名战士 都感受到了温暖与光白 罗浩走了 他走得太过突然 在这片海滩上 经常会有战士自发地聚到这里 遥望大海 寄托埃斯 罗浩现在已经被集团军 授予烈士称号 并被追击个人一等功 他生前的宿舍 也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战友们想他的时候 都会时不时地走进来 看一看 罗浩牺牲后 战友们整理遗物时 发现了一罗厚厚的陷血症 上面记录着他几年代 无偿陷血 三千一百毫升 这些他都从未向人提起过 就像战友们所说的那样 罗浩从未离开 只是愿心 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在罗浩牺牲的前一天 他带部队在风大浪大的海上训练时 有十一位游客 因乘坐的游艇触跤 而被困海上 罗浩带着战士们 顶着大风浪出海 往返喊案六次 才成功将全部的乘客救出 就像战士们说的那样 他们的指导员 永远都是个热心肠 心里总是装着别人 却装不下自己 明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在病毒窝里 与病毒斗争的女军医赵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被死亡率极高的病魔侵袭 她能否顽强抵抗 面对一个个生命 她又是如何临近的晚静 军女人生 下期为您讲述 赵敏 病毒窝里的女斗士